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637节 砰的一声响,把转过身打算继续和那日木黏糊的云叶吓了一跳 回头看见新月,柳梅倒树把桌子拍得砰砰响,咬着牙对云叶说 这不一样,咱家的地就是咱家的地,一分一理也不许少 您今天被人家收走了吉姆,明天再被人家收走吉姆 这用不了几年,咱家的地就会少很多的,将来到了寿儿手里,还有的圣吗 夫君呢,您是讲道理的人,那些脏官们就是这么慢吞吞的吞百姓的土地的 您今天不理睬,他们明天就敢说咱家的坡地也有问题 不能给他们灌这些坏毛病 新月发怒了,那日木和灵荡两人就扮成了鞍蠢 坐在夫君的背后不敢吱声 当家主母的威仪,他们两个还没有 云叶把新月按在椅子上说 我现在巴不得全长安的人都说我是一个软蛋 你看看,我连朝堂都不乐意去 就是想把头缩进龟壳里,让别人看不见我 你不懂啊,夫人 其实啊,被人欺负是一件大好事 如果过上两年,堂堂侯府的田地只剩下了这个云家庄子 这才是最美的 到那个时候啊,咱家就能攻侯万代的传下去了 新月疑惑的看着丈夫 不明白当软蛋为什么能攻侯万代呢 出于对丈夫的信任,小声的说 那妾身就装作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那不行,咱家受了委屈,就该大声的喊出来 我去喊太丢人了,你去喊还差不多 上游的仇县博家里啊,也必定会遇到和咱家一样的困扰 你看看仇县博家里是如何做的 云叶抓着新月的手,给他支招 丑献博,他夫人正坐在河边哭呢 您的意思是,切身也去哭 新月好像有点明白了 哭啊,你是告命夫人 被一些威莫小利欺辱的只能坐河边哭 这样做就对了 一会儿啊,你多吃点饭,好好睡一觉 明天呢,攒足了力气,咱们去河滩上哭 这围观的人越多越好,我估计明天和你一起大哭的夫人绝对不少 新月咬咬牙说 好,那就哭 明天,那日梦,灵灯也去,一起哭 云夜一大早起来,就带着孩子们读书 等到树上的露水都被阳光烤干之后,就带着自己的五个孩子去摘梨子 今年恰逢果树的丰年,梨子垂垂垂垂的挂了一树 靠羊面的梨子的外皮啊,都已经泛红了,阴面的梨子依旧是翠璃如稀 长了十几年的梨树,已经变得很高大了 云夜站在三角梯子上摘 云寿呢,就把父亲递下来的梨子一个个的从小篮子里装到竹筐里 云木养着小脸,帮父亲抓着梯子 三个小的就蹲在大筐边上,数到底有多少个梨子 旺财也站在筐边上,他不喜欢吃梨子 只是单纯的喜欢留在云夜的身边 这样的日子才是云夜最喜欢过的日子 站在梯子上,可以看到奶奶躺在锦榻上,在屋檐下晒太阳 也能看见小鸭和李佑嘶闹 刚才他似乎被李佑偷着亲了一口 姑姑婶婶万年不变的在打麻将 云木的大狗旺财,卧在院子里 完全是一副墓中无狗的神态 多好的日子呀,人都在 就在自己眼睛能看到的地方 和娘们去河边枯地,带走了很多的吃屎 看样子打算枯一整天 也不知道蓝田县的新县令能不能受得了 他以为自己是马州 手里为有皇帝给的印靶子 可以在长安为所欲为 事实上,薰贵们才是长安最安分守己的人 一个个为了自己家的爵位和荣耀 都在苦心的经营 家主可以黑着脸,抱锤自家的子时 但是见到庄户再不舒坦也会挤出一丝笑容 云野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哪家的家主 会往死里欺辱自家的庄户呢 一个都没见过 河水漫滴损失最大的是谁呀 还不是薰贵 准备好拜帖 你一家家的登门好好的说 人家在河滩上损失了多少地 你给人家从荒地上补充就完事了 薰贵家不在意那几亩好地 在乎的是面积 清理河沟是所有人都受益的事情 把道理说通了 这件事就会成为县令的功绩 现在好了 不但大护人家的当家主妇去河滩上哭 小门小户的人家更是要去哭了 说不定男人都去了 你把智夏弄得哭声一片 玉屎要是不找你麻烦 那才是怪事的 许久都没有运动了 摘了半个时辰的梨子就感觉手酸的抬不起来 摸一把汗珠子 从梯子上下来 云木的小脸胀的通红 两只小手努力的抓着梯子 生怕跌跌掉下来 虽然呢 他那点力气浮了等于没浮 可孝心可嘉呀 云叶在闺女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选了一个最大最红的梨子 奖励给闺女 云兽刚刚凑过来 想要表公被父亲一脚崩远了 宠溺闺女是应该的 谁家没事去宠溺儿子 坐在椅子上看梨树 这才摘了不到三成 这得把小鸭和李又叫过来 两个人整天腻在一起 出点丑事就难看了 李承田的大老婆苏氏 之所以被关在冷宫 其中的一条罪名就是 新婚业不见袁红 他妈的 这要是能见了才出轨了 李承田早在苏氏 没嫁给自己之前呢 就把人家给祸祸了 成亲的时候 没有奉子成婚 已经是横给李二面子了 那现在把这事拿出来当说头 没见这李承田 都没有意见吗 为了催生侯军吉的野心 李二才不在乎 会不会伤到别人 李又没摘过梨子 很高兴的就爬上了梯子 和小鸭两个人 轮换着摘梨子 没一会儿功夫 就把梨树上的果子摘干净了 树烧的两个果子 云也不让摘 人家果树忙了一年了 就给人家留点种子了 也留点希望 明年呢 还指望梨树结果呢 姐好的 装上一篮子 我书房还有一些 梅林产的蜂蜜 给你母亲装上一小罐子 蜂涌就不给了 估计你母亲也不会吃 你们两个进宫 就给送过去 你舅舅故事了 你母亲一定很伤神 安慰一下 你这个儿子 总该表示一下才好啊 李又高兴的答应了 自己挑梨子 让小鸭去书房装蜂蜂 书院梅林是什么地方 那是长安的死地之一啊 听说那里的蜜蜂会吃人的 吃人的蜜蜂产出来的蜂蜜 那还了得呀 这个必须要拿上一些 这几天 他其实也很担心母亲 大舅哥松了口啊 正好去看看母亲 有些兴奋的李又找了一个最漂亮的竹篮子 装了满满一篮 回头就看见小鸭 端着一个洁白的小丝瓶跑过来 齐王府的侍卫已经备好马车 就等着出门了 云夜看见小鸭鬼鬼祟祟的样子 就知道丫头偷拿了蜂蜂 他从来不会装甲 一装甲 他的行为就会暴露他 女生外相 这个习惯呢 改不了 蜂蜂拿到了没有啊 李又上了马车就问小鸭 他才不会相信小鸭会老老实实的听话呢 哥哥那里也不多了 我看见他已经分装了几个小包裹 那些小包我不敢动 所以就把剩下的全拿来了 你看 小鸭得意的把一包蜂蜂 从袖子里掏出来给李又看 李又黑然一笑 拍拍手冲着小鸭挑挑大拇指 一个劲的催促马夫 把马车呀 赶他快一点 皇宫里还是如同以往的一样死寂一片 李又抽抽鼻子 在云家住了几天 他已经喜欢上了那种喧闹的感觉 一家人围着大桌子吃饭 推盘子换碗子的 大舅哥的碗里堆满了孩子们不吃的青菜 他也不恼 就着青菜吃了饭 还说多吃素的好处多多 人就该过得热的闹闹的 李又瞅瞅小鸭 低声的说 我们以后要生多多的孩子 最好能坐满满一桌子 回到齐州 王府也不要太大 雅致就好 咱们两人过日子 用不了太大 到时候把京城的府邸卖掉 就会有一大笔钱 去齐州 再盖我们自己的房子 以后回到长安 咱们就住大哥家里 我喜欢云家庄子 小鸭称怪的哼了一声说 哼 你到时候会有很多的机器 他们会帮你生孩子的 李又苦笑一声说 我母亲清冷凄凉 我是看在眼里的 有你一个我就足够了 要什么机器 留着他们在家里打架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 有声小说 唐砖 殷飞住在太叶池边上 离万民宫很远 但是盛在清幽 听了太监的禀报 殷飞一下子就急了 见到李又劈头就说 你不好好的在云猴家中避祸 跑进宫做什么 你舅舅没了 能保护你的只有云猴了 快快回去 母妃我很好 李又笑的有些苦说 小鸭接口道 娘娘 是我大哥大方我们进宫来看您的 您放心 我大哥既然准许我们出门 就说明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大哥不会算错的 听了小鸭的话 殷飞这才安静下来 拉着小鸭的手说 委屈你这孩子了 幼儿不争气 你多担待些 我只有他这么一个骨肉 你帮我 多照顾他一些 小鸭把手里的蜂蜜 放在桌子上 搀扶着殷飞坐下来 小声说 阿佑很有本事大 您不必为他担心 我大哥见到阿佑 就说了一句话 继续装傻 如果装到别人都认为你是傻子的时候 自然万事无忧 我哥哥看人极准 又骄傲的厉害 阿佑 如果是个没本事的 绝对不会说这句话 您尽管放心 遇到任何事情 阿佑自己会解决的 殷飞这才仔细看了一眼儿子 果然发现 儿子似乎有点神采飞扬的意思 和前段时间的颓废 大大的不同 母亲 您看看 这是孩儿今早在云府花园里亲自采摘的果子 大舅哥 让我给你挑些好的来尝尝 李又从篮子里取出几个篱子 吩咐宫女拿去洗洗 小鸭也打开了蜂蜜罐子 一股子花香就缓缓的飘出 因非拿起罐子闻了一下 问小鸭 这是什么蜂蜜 闻起来很舒服 不是反品吧 李又笑着在小鸭的袖子里掏了半天 掏出了一个纸包 放在梅花眼笑的音妃面前说 目前蜂蜜是迷林里面杀人疯产的 自然不同于其他蜂蜜 至于那些蜂蜜 是小鸭从云猴书房里掏出来的 专门孝敬您的 您不要看这些蜂蜂难看 拿油煎或者烤着吃 对您的身体大有弊意 这东西 听说只有李刚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先生才有奋力 父皇那里都没有 殷妃此时极为开心 原来还担心呢 他们两个冤家触不到一起 从刚才儿子随意的掏小鸭的袖笼 小鸭并不反抗 就知道他们相处的非常的融洽 现在不要说吃蜂蜂了 就算是吃蝎子 他也能高高兴兴的吃下去 给宫里的管事宦官说一声 自己今日要招待儿子和小鸭 陛下那里就不去伺候了 不大功夫 梅姨就弄来了一些韭菜 分别放在三个人的砖上 李又皱着眉头要换一张大桌子 总共就一家三口吃饭 还离得巴掌远 那算什么事 至于李治这回事啊 李又早就忘了 小鸭拿油煎得蜂蜂 放在殷妃的面前 殷妃拿筷子夹了一只放进嘴里 开始呢 还有点担心 吃了一个之后就停不下来了 见儿子和小鸭看着自己不动筷子 有些难为情的说 味道真的很好 难怪你哥哥会藏起来 李又呵呵一笑 给母亲倒了一杯酒 又给小鸭倒了一点葡萄酿 三个人碰了一杯 各自端着酒杯一饮而尽 因非只觉得快意非常 多年积聚的阴霾似乎也被他一口喝干了 李又出宫的时候 特意看了一眼秋风中的万民宫 无数梧桐树的叶子从大殿后面被大方席卷起来 速速的落在了殿前 万民宫极为忧深 哪怕是白日也需要灯火 此时父皇不在里面 只有两盏半明半暗的灯笼挂在里面 几个值日的宦官泥树一样的抱着浮沉 靠在墙边 大门洞开 偶尔有一两片落叶被风吹进大殿 玄机会被宦官的浮沉抖出来 这座大殿就像父皇一样 永远拒人于千里之外 小鸭拽拽发愣的李又 这才把他从迷幻中唤醒 刚才的心思没必要告诉小鸭 扶开了几片落叶 牵着小鸭转过影币 打算穿过回廊 出宫回云家庄子 李又 你等等 我有话问你 李又和云鸭转过身子 原来是高阳在换他 高阳的身后跟着李真和李霄 李智远远的走在后面 李又习惯性的要过去 却被云鸭给拦住了 云鸭一字一句的对高阳说 你再敢这么随便 喊你五哥的名字 你试试 高阳撇撇嘴说 这里是皇宫 不是书院 书院是你家的地头 我就不信 你敢在皇宫里撒野 你还没有嫁给李又呢 小鸭从来都是火爆脾气 手里拎着因非赠送的腌制花粉 火气上来 哪顾得了那么多呀 一个大大的纸包 就砸在了高阳的头上 腌制花粉糊了高阳满身的 要不是李又拉的快呀 他就会冲上去继续揍高阳 如果别人高阳一定不会放过 但是他拿云鸭是一点办法没有 在书院里两人打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每回高阳都不是云鸭的对手 被揍的大哭 云鸭才会放过他 高阳见李又拉住了云鸭 才恨恨的拿手帕擦一下脸说 促俗也就李又要你 换个人 谁要你这样的疯婆子 皇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 云鸭笑了 指着高阳说 我云鸭再丢人 也不过是揍你一顿 不像你 抢钱抢疯了 连五哥在长安的生意都像染指 这几天我正在查账 别处的账目都对 只有和你的账目对不上 我给你三天时间 把账目给我弄平了 否则 你别怪我 连房家的生意一起给你搅黄了 忘了跟你说了 云家在齐州的生意都是我的嫁妆 你想要辽东的好皮子 房家要辽东的药材 你是绕不过我的 你夫君也在辽东同军 你看我怎么收拾它 你敢 高阳像是一只被捏住脖子的鸡 高声喊 你看我敢不敢 你说的没错 我云鸭只有阿佑要我 所以只要是阿佑的东西 你一文钱的便宜都休想占 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三天 我只给你三天 第四天 我就派人断了你的货源 云家姑奶奶说的话 我看看那些卖皮子的 谁敢不听 说完就拖着尴尬的李佑离开了回廊 边走边对李佑说 阿佑 这些事你出面很丢人 可是我出面就没关系 就像我嫂子 今天早上去河滩地上大哭是一个道理 将来我们还有一大家子人呢 该是我们的 谁都不给 李佑哈哈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 今日才见识了云二娘子的风范 以前别人跟我说 说你在书院揍过高杨 我愣是不信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高杨那性子 在我们姐妹中间 那是出了名的火爆 今日 硬是乖乖的不敢顶嘴 软得怕硬的 古人成 不我气 这老婆 我娶得太直了 哈哈哈哈 云鸭羞脑的 捶了李佑一拳 转身跑了 李佑嘻嘻哈哈的笑着去追小鸭 高杨带着木头人一般的李珍 李霄头上的胭脂花粉也不擦 就要去两仪店找父亲告状 李治好半生才把纸头从嘴里抽出来 转过身 就对自己的蜀官张剑之说 孟将 你说我将来也娶云鸭这样的女子 当正非如何 张剑之摇摇头说 哎 不可能了 云家这辈子的嫡女已经嫁完了 没你什么事了 别人家可出不来这样的闺女 云鸭虽然性子暴躁 但是人却是极为善良的 比大部分人都善良 你五个好运气 已经取走了 别人家的 那就算了 刁蛮不说 性子也恶毒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样的妃子 你娶回来 那一辈子就算完蛋了 照着你的性子 非得被气死不可 李治懊恼的点点头 就带着张剑之去武德殿 准备去见见四哥 打点秋风 该死的晋阳一带又遭了霜冻 明年的粮食一定不够吃 李治郁闷的只想大叫 两仪殿里 李二正在和长孙下棋 眼看着长孙的一条大龙 就要被自己截杀了 羔羊风风火火的冲了进来 长孙抬头看了一眼花花绿绿的羔羊 抓了一把棋子 放在棋盘上表示认输 李二扶乱棋局 没好气的说 正下的精彩的时候 你就头子告父 这棋贫哪去了 长孙得意的说 你闺女被人欺负了 如果您能猜到是谁欺负的 我们就再来一局如何 不到中盘 绝不停手 除了云鸭还能有谁啊 高阳一向霸道 这辈子就吃了云鸭的亏 朕听说 因为今日在仁寿宫 招待自己的儿子和儿媳 算算时间 这个时候也该出宫了 遇到高阳言语上 起了纷争很正常 高阳打不过云鸭 吃亏啊 是吃定了 长孙大笑一声 就问高阳何事 然后啊 就听高阳 添油加醋的 讲完了事情经过 长孙站起来 拿手帕 把高阳脸上的胭脂 花粉全都擦掉以后啊 说道 没事 不要去惹那个泼皮破落户 以后躲远些就是了 这事母后 没办法帮你出气 就算帮你出了气 也不值当的 万一惹得云鸭那个小心眼 起了怒气 准备坑你一下 你的下场更惨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